一名戒主强者竟然能够撕裂虚空 罗锋首次见到戒主非常震惊 茗玉帮助罗锋斩杀诺兰山 没想到这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 书接上回 罗锋在偶遇诺兰山后 便有了想除掉他的想法 奈何实力不足 只好请求茗玉出手相助 罗锋三兄弟在商量好给茗玉什么宝贝后 便打算去寻找茗玉 没想到茗玉本人也是亲自来到雷霆世界的入口处 接走了罗锋众人 随后茗玉便带着罗锋众人来到了一处庄园休息 经过短暂的时间 其他的冒险者都被茗玉遣送走了 只留下了罗锋三人 而这一幕碰巧被隔壁的诺兰山看到了 此时诺兰山脸色顿时大变 更是愤怒地说道 没想到这罗锋竟然攀上了茗玉大人的大腿 而且看起来茗玉大人对他还挺客气的 这想要杀他简直是难了 罗锋几人和茗玉有说有笑 忽然茗玉也是感慨了起来 这次还真是很可惜 我派出的军队当中有一位叫奔迪的人 他刚刚突破到宇宙级 也给我弄到一件宝物 虽然只是排名垫底的 可也是很昂贵的宝物了 可谁想归途中 竟然遭到九皇子的人马袭击 不但人没了 连带着宝物也被夺走了 随后茗玉看向罗锋说道 你们这次在戒中戒的收获怎么样 罗锋笑道 我们获得了一件宝物 茗玉两眼发光忍不住地说道 什么宝物 罗锋心意一动 顿时一族有三米长的宽柄战刀悬浮当空 此物正是五届原力兵器斩空刀 论价值和等级排序 远比茗玉手下那位奔迪得到的宝物还要贵重 这件武器的价值 就算茗玉的全部身价加起来都远远不够 为了感谢罗锋 茗玉便让罗锋提出一个要求 罗锋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解决掉一个人 听完这个要求 茗玉眉头一皱 解决一个人 他什么实力 狱主几间 罗锋坦然一笑 不是狱主 是宇宙极九阶 此时茗玉心中一阵轻松 宇宙极大 就算解决十个 都远远抵不上你给我的这柄斩空刀的价值 为了让自己安心 也为了让罗锋送给的宝贝价值合理 茗玉本想送给罗锋 他麾下领地的三分之一 但仔细一想 罗锋的实力偏低 这样恐怕罗锋会被有心人盯上 所以否决了这个想法 茗玉又打算将麾下近十万颗生命星球领地的一半 要那么多领地和现金也没用 但茗玉却不好意思占罗锋的便宜 便让罗锋多少弄点领地 最终罗锋说道 那就弄一百颗生命星球当领地 也算一丝一丝吧 随后茗玉又让罗锋说出宇宙星河银行的账号 不一会的时间 罗锋的账户就收到了200亿宇宙币的汇款 两人交易好后 众人身颠忽然出现了一位借主强者 茗玉看见来人后 立马起身恭敬地说道 将军大人 这位借主来到此处 正是向茗玉购买这个斩空刀的 茗玉随手就奉上了这件宝物 借主强者稍微向天空中划出一道 只见天空直接被划出一道 足有两三公里长却无比薄的裂缝 得到宝贝后 借主强者高兴地说道 钱我已经转到你账上 另外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说完此话 借主强者便直接消失不见 罗锋众人一脸猛圈 没想到借主强者竟然能撕裂宇宙空间 最后的消失难道是瞬移 而巴巴塔却告诉罗锋 他只是飞行速度太快 至于不产生丝毫空气暴动 是跟借主能操控宇宙本源之力有关 罗锋这才缓过神来 此时茗玉笑看着罗锋说道 罗锋 我拿你献给我的斩空刀 转手就卖得高价 可真得好好感谢你 说吧 你之前让我杀的是宇宙级九阶 那个人是谁 罗锋淡淡地说出了诺兰山的名字 虽然杀他对茗玉来说有些小麻烦 倒也没多大问题 本来他还算是一个精英 但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突破到狱主 这也导致了他的地位不断下滑 现在的他已经快到生命大限 杀他根本没一点麻烦了 但是在茗玉施展念力寻找诺兰山时 却没发现他的踪影 即使已经查探遍了整个苍蓝星 依然没有他的身影 茗玉略带欠一道 抱歉 若是我下次碰到他 定会杀死他 实现我的沉默 罗锋也不好抢求 只好劝导 这不怪茗玉大人 而是那诺兰山走了大运 没想到诺兰山还真是提前离开了苍蓝星 原来自从他发现罗锋几人被茗玉带走后 他就当机立断 立即乘坐飞船离开了苍蓝星 因为诺兰山知道罗锋很可能会请茗玉出手 而诺兰山和茗玉又不是一个组织 茗玉也根本不会有多少顾忌 而他的离开也让他捡到了一条小命 罗锋也为这次机会感到惋惜 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并不多 但这也没有办法 只好让诺兰山再多活几天了